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又到講故事的時候 今天是2022年6月19日,星期日 今天的故事名叫做《父親的味道》 在說之前,我們記得要做一件事 在下面有個訂閱鍵,訂閱我們 也可以看看我們分享的位置 然後你就去分享給你的朋友聽 當然你也可以看我們的頻道 在下面有或者在YouTube搜查 《香港人正能量勵志故事》 裡面有個百多個節目清單 當然有一個故事或者文章 可能是打動到你的心靈的 記得幫我分享和看一看 記得訂閱我們 好了,我們就要開始講這個故事了 故事名叫《父親的味道》 你有沒有留意? 你爸爸身體上面當然有一種味道 而這一種味道就是尊重 以及一些我們要懂得珍惜的父愛 為什麼? 聽下去你就知道了 每個人身體都是一種獨特的味道 我不知道你能否覺得 時間長久了 那些味道你一嗅 你就會想起是他 這個他可能是男人 也可能是女人 我一個朋友叫Fanny 他爸爸是一個海鮮酒樓的廚師 小時候爸爸一放工回來 他還沒開門 他就聞到他爸爸那種濃烈的腥味 然後就知道他爸爸回來了 因為房子小 所以他爸爸那些生命 令到他真的有時候都受不了 也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他們的關係也會很差 讀到大學之後 他就立刻搬出去 和他的朋友一起住 每年只會見幾次面 當然也會和他爸爸媽媽一起 不過不是見得多 後來他爸爸病危了 住了醫院 在臨死的時候 他去爸爸身邊坐下來陪伴他 因為他爸爸已經在釣鹽水 而醫院裡也充滿了很大的消毒藥水味 他也聞不到他小時候 爸爸身上那種很熟悉的 腥溫溫的味道 那種味道就是養了他們全家人的腥味 他也很懷緬 也很內疚 拿著爸爸的手 拿去鼻子嗅一嗅 但是記憶裡面那種腥味 好像已經是沒有了 在那一刻他才知道 原來他最討厭的腥味 原來是這麼好嗅的 當然是現在這一刻 最後他爸爸走了 而一聞上天堂 但是他身上的腥味 永遠遭留在Fanny的腦裡 變成了內心的深處內疚 他也有時候跟自己說 我不能夠原諒自己小時候 曾經跟那些同學說 我最討厭就是我爸爸那種味道 聲溫難臭 他記得有一個同學的爸爸 是做那些維修車的工 每次他來照兒子放學 他身上硬壓一罐 那些修理車的油噴味 另一個同學就在醫院做的 他爸爸 所以他爸爸 會經常帶著醫院的消毒藥水味 所以每一個爸爸 都有不同的味道 差在你爸爸 是什麼味 在哪裡做事 爸爸的味 和他的謀生 那個生存 也是分不開的 因為爸爸老了 那些味道也慢慢地消失了 我們能不能夠尊重和珍惜 他身上的那個味呢 爸爸的身上那種味 是因為養護了全家 他才會有這一陣味 爸爸只能夠離開他心愛的 小孩子太太去工作 爸爸那陣味 是經過四月的洗禮 但仍然會留在我們腦海裡 一如父親的愛 父親的味道 那個故事也是很簡短 因為今天知道你們Family Day 最可能都不想打擾你們這麼久 但其實我們要聊聊聊 你有沒有留意你爸爸媽媽 真的身上有一陣味 你小時候有呢 我也有 不過不是小時候 是長大的時候他在醫院 我們要幫他清潔 幫他擦身 幫他擦身的時候 是真的有一陣味 但是那陣味 可能時間久了 真的不太記得 但當我們一聞回 我一定是認得那陣味 但是如果聞得回 也不是一件好事了 為什麼 那就是說 你爸爸可能在你身邊 來探望你 他還未走上去應該走的路 是因為我們的觀念 令到他不捨得向前走 要走回頭 對他來說 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有時候 探望著 用心 用行動 在他在生之前 希望你可以好好地陪伴他 不是到時候 他擁有紋的話 你就暫時見不到的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聽完之後 有所領悟 記得訂閱我們 多謝你今天收聽 拜拜